这个问题也是经常有很多病友在问我们大夫 那么金叶发黄不见得一定是有问题 那么我们要说正常的金叶颜色可以是白色 也可以是黄色甚至偏绿色 那么我们认为金叶发黄的原因有多种多样的 一种就是说长期的境遇导致金叶的淤滞 它过度的浓缩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多鉴于性生活不规律的我们的很多的病友 第二种就是真有问题 比如说甚至到的感染 那么常见的比如说灵球菌和非灵球菌细菌的感染 导致了性腺的炎症 那么还有的就是我们一些药物 比如利副瓶等等抗结合药物 由于药物的沾染造成了我们金叶质量的发黄 那么因此当你金叶发黄的时候 千万不要过度惊慌 到医院进行相应的检查 来确定你是否有上面的问题